下雨已经够让人讨厌偏偏的高铁又出状况 今天中午12点17分 高铁的台中路段却发生了这个转车器讯号异常 导致南下及北上各一班列车暂停在乌日站外 许多旅客是抱怨连连 那个高铁它也没有人出来跟我们讲说 到底我们现在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搭得上车 对啊 这不顾着人的态度 对啊 有状况要快点跟那个旅客讲啊 旅客真的很生气因为高铁台中路段转车器讯号异常 虽然在10分钟左右列车重新恢复行驶 可是造成了到台北左营兼供6班车次延迟 台中站也暂时改踩单线双向通行 这是高铁今年第三次出包 预估影响到3万5千名乘客的假日行程受到耽搁